大家好,我们夏季养兰花的时候,大家一定要注意,修剪一定要勤快 这个时候修剪呢,我们主要是修剪这几个部位 第一修剪叶片胶尖的部位,然后进行适当的扩创 其次就是有并斑的叶片要及时修剪 还有枯叶黄叶也要及时修剪掉 最后就是底部枯萎的叶甲也要修剪 然后再给它喷上高效杀菌药,本甲笔作纸 这个本甲笔作纸呢,它里面含有两种杀菌成分 它的杀菌更加的狂谱,而且渗透能力,内吸性非常强 可以有效杀灭植株体内的病菌,可以避免这个病菌的感染 为什么夏季要勤快的给兰花进行修剪呢 因为夏季啊,病菌繁衍的速度是非常的快的 这些胶尖啊,枯叶叶,它里面呢,都会含有非常多的这个病菌 如果我们不及时的把这些病灶清除,任由这个病菌继续发展下去 很容易危害到兰花的炉头 之前我也跟大家分享过,兰花没有叶片不会死 没有根也不会死,但是如果炉头一旦感染病害 那么后期基本上就无药可治了 所以夏季养兰花的时候,大家一定要勤快点修剪 把我刚刚说的这些有问题的叶片呢,及时进行清理 然后扩创,再使用上这个本甲笔作纸给它做好这个全面的杀菌工作 就可以有效避免这个病害的滋生,可以让你的兰花在夏季越痒越旺 好了,本期就分享到这里,我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